大家好,歡迎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回答大家問題 有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Rafi Rafi,你好 你好 先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來 204-6566 又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Rafi,不如先回答電郵方面的問題 見到一位家庭觀眾李太 見到今天跌了超過300點 想看兩隻股份 分別就是6837海通證券 和2318平保 想問這兩隻股份分別調整多少才可以入貨 暫時看到海通證券13.16的位置 今天跌超過4% 以637來計算 我覺得稍微看看 因為今天沒錯 受到我們市場的跌或港股跌 是一齊都滾下來的 但以今天跌的勢頭來看 其實都比較急一點 而且以之前那一陣 暗油大概是$10.15邊起動 到之前最高差不多14.5 其實短短升了1-3.5的時候 都差不多差不多2成多 視頻上升那麼多的時候 現在都只回到大概$1.15 變相那個回合幅度來看 我覺得有機會看多一點 會再回心多一點 所以反而稍微等一等 但當然說真據 無論是637好 或者是券商股也好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樂觀的 我覺得下年來計算 絕對都是一個不錯 看得比較好的辦法之一 一來就機煲面 特別是內地市會好 二來的話 受到很多政策上的支持 我相信還有一個不錯的看法 但是暫時等等 等我的價格 看看$13邊這位置有沒有一個承托 如果有機會$13邊有支持的 才買下去 到時來說 第一站以之前的頂 14.5 為何無標價 破了才做一半上網 而下面來計算 如果$13也入市 可以的話 都輕輕定回指示位 我覺得雖然安全 但也定一定 以這個列口的底部位 大概11.8左右 做回指示位 穿回才考慮指示你的離場 另外見到2318中國平安 亦同樣在今天有個回吐的情況 不過仍然在一個高台的位置 今天72.8毫半 跌超過3% 這隻又要有機會調整多少 以這隻來計算 其實相類似 我都挺建議 稍微等多一會才買進去 因為始終一來雖然內險股 看得非常樂觀 一來之前北下一次都說過 就是基本面 特別整個行業的保費收入 有一個明顯改善 二來很多政策在三公全會之後 都看得到 真的對它們是很有幫助 這些因素來說 我相信是對兩股 無論是平保、過手等 全部都好 其實是會樂觀的 但唯一一個問題在於 就是平保 真的一樣 短線的升級比較急 比海通更加急 你記得它由大約約62元左右 60元左右 上到之前最高76.5元 其實也一樣 短短的時間升了十幾元上來 變相的幅度上看 其實也是不少的 所以我覺得升級那麼多的時候 雖然不是說它貴 但起碼我覺得 與其是看得很基本面 其實不用急於一時 現在只買 反而大家等 可以等到價 看看大概72元左右 能不能夠撐得住 如果72元是跌不穿的 可以考慮在這些位置入市 到時來說 以比較中線一點 80元留上 做目標價 而下面放指示位 大概64元左右 穿64元 做指示的舉動 好,Rafia 不如馬上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才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我想問 因為我今天問了6號的Jason 我剛才有個電話進入 我聽不到他說 是否應該反彈 不知道在甚麼位置走 你可不可以找Rafia 說一次給我聽 好,暫時見到 6號電能實業 公佈了電費加幅 凍結不變 今天六十個六毫半的位置 跌近百分之一 Rafia,你自己又怎樣看 6號買賣的策略 6號來看 如果本身世界上有貨 的確,說真句,勢頭不好 但我相信一點 其實如果說真句 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是否才去指示 或是否才走 其實比較難去這樣做 始終落到這麼低的位置 如果這一刻走 又怕明天或未來就有個反彈 所以我覺得 與其之前沒有走到 或者有貨在手的時候 稍微提一提 看看有沒有短期下跌後 可以做反彈 高一點才做減磅舉動 暫時來看 由於6號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看反彈的位置 放在大約62.5左右 一來就這個位置倒 應該是20天和10天兩條線都在這位置 所以放回62.5 我相信也會有些阻力 所以看看 去到這位置,看看是否破到 如果不能破到 就考慮減減磅 但當然反過來看 到時破得到的 再拿著也未遲 但暫時先看看62.5的大位 李小姐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問Rafi 我想問 因為那隻317港船 表哥是14元買 他不知道7元還是10元 走了 輸得很慘 然後他上了到17元多 我想問他如果想報仇 應該去哪個位置買 他有沒有機會上去 廣州廣船317 最近股價過山車 可能有很多山戶都想報仇 今天是14.98的位置 跌超過3% 這隻在現價位又能夠部署 以這隻來計算 就算是想買好 或者追回之前那一陣的虧損 其實就不是太建議急 因為其實 坦白說千萬不能急 因為以廣船來計算 雖然之前那一陣升得很美 但其實這些達都很急 而且以這幾天理解 本身整個行業好像有好的政策 是在支持的 就是那個所謂拆船的補貼 和報廢因素 但反而有這些因素出來也好 廣船都自己 可以說無端端地越來越急 雖然變成股票這麼急 叫做股價這麼大的時候 我相信未必這麼快一下子就止跌 雖然這些價位 不是太急去部署 反而如果你真的想撐 給你一個小小的部署 看看五十天線 大概十三個半左右 看看這一陣如果落到十三個半左右 能不能叫做跌不穿 如果這位置跌不穿 才考慮追進去 去到少少薄反彈 到時來計 如果十三個半買了下去 上面的以十七元邊道 做回這一陣目標價 而指示位 大概放在I近十十一元左右 穿回平頭位 考慮指示你一離場 好 麻煩了Rafi 也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繼續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楊小姐 楊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請教你 二八八三中海油田服務 和和王十三號 現在調整到這位置 能否入彈 好 兩隻都未有貨 不如看看中海油田二八八三 今天二十三個三位置 跌超過四 這隻會不會跟剛才那兩隻比較高 調整了少少的看法差不多 的確 以分這隻來說 其實維持勢也是強的 你看到反而更加走先 剛才另外說的兩隻 它的升勢不僅是於 在三公全會之後升 其實以中海油田來計 因為一向從今年六月份開始 都一直走上來 當時是十多元邊 現在也有二十幾元 如果變相這麼強勢的股份 或者是一個大漲小的格局 的股份來講的時候 到什麼位置才部署呢 其實之前說過一點就是 看二十天線這些位置 但是今天來說 這樣的跌法 稍稍會跌穿了一條二十天線 好像這個股閥上 都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反而建議多看一會 特別如果看二十三元的大位 一來就齊樓關口 二來你看到拉過去看 其實也是在11月中這些時間的支持位置之餘 更加也是在11月初突破上來之前的頂位 所以變相整條橫線 是剛剛畫在二十三元邊的位置 所以反而我會建議 看二十三元能否支持得到 如果可以的話 先在二十三元上車 做設計 而回到之前的頂位 二十六元做第一種目標格 當然破到的再上網也不遲 但反而下面來說 如果要定什麼位置做止蝕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輕輕放在大概二十一元邊 如果短期 例如中短期來說 穿回二十一元 考慮去止蝕你一場 另外楊小姐就想問13號和王方面的情況 今天跌穿了一百元的位置 暫時最新股價去到九十九個八毫半 跌超過百分之一 和王在這個價位又可不可得過呢 對於和王來計 其實我覺得暫時就先觀望著 當然說真的 業務上看就不是什麼大問題 或者不是什麼太負面的因素 但為什麼先觀望著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沒什麼得炒 因為其實王旺來計 之前所謂的好因素 不斷說的就是屈臣市 無論你說等等其他的不同業務也好 其實那個所謂的股價上的刺激性 我相信在之前那一陣上一百元流上 其實都反映了不少 反而如果你說以之前在低位 大家拿下的 可能去到一百元左右 或者現在九十多元左右 都開始部署連走貨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刻 才想追下去 有些風險存在 就擔心買貴了少少 所以我覺得建議 就算業務好也好 我覺得可以叫我敲一敲低少少少 反而給我中線的賣入價 大約約九十七元左右 五十天線 只要這一陣五十天線 我覺得回下來 但不失去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試一試 射計 目標的當然 其實不多 但第一站二百元先 如果這些位置真是能夠站得穩 或者再破到的 才再上一百零五元樓上 但坦白說 空間來說不是太多 但下面來說 如果真的要安心一點 調整個指示位 我建議放在大約九十二元左右 穿回口裡去走走貨 來搶 楊小姐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的支持 Mafia繼續聽聽 下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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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小姐是不是在電話旁邊 不要緊 可能希望一會兒 就有機會再接駁回黃小姐的電話 Rafia 其實今天看到市跌了超過三百點 有很多散戶 或者都是傳電郵 或者電話來 就是想問這個市有個回調的情況 有沒有一些板塊 或者股份可以留意 你自己有怎樣看 對 以這個市況來計 雖然今天會比較急 但其實有些板塊 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勢頭 特別今早也講過一些 相關環保的一些概念股 其實我覺得這一刻 仍然可以看得比較好一點 一開始就不用多說 政策上一定是扶持的 始終國內都想走一個環保的方向 自然不同的環保業 我相信都有不同程度的扶持 而且以近日來計 但其實無論水污染方面 內地一向嚴重 空氣污染近期都是霧漫方面 很多過半數的城市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無論水、空氣等 很多程度不同的污染 都有在 所以這些行業 我覺得是大有作為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要保持板塊來計 我覺得環保概念股 依然可以叫保持一保持 而且這些行業 絕對不是太受過市 也不是太受到經濟的敏感度的影響 所以無論這一刻 你見到今天的市 雖然會這麼多 但它們都個別地走高 或者做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變成如果保持 我會見你 依然選擇你的板塊為主 好 謝謝Rafi的分析 繼續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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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 我就排了1680 應該入不到 排7.8毫升 應該入不到 我想8.0幾追 行不行 還有日安申號 就有這些股號 好 二選一價米 見到1680 澳門禮盡方面 今天也有個回吐 今天跌超過3% 8.1的位置 至於中國安申方面 1.149 2.27的位置 跌超過1% 二選一的話 Rafi你會怎樣選擇 如果以兩隻來計 其實 說真的我覺得兩隻 都是比較炒味濃的股份 變相 如果要買得下去 無論哪隻都好 起碼 首先都一定要確清自己 是比較貼事先 如果你是口貼事 或者是即日 都佈在這裏 這樣才買下去 我覺得買得會比較好一點 起碼反過來說 一買錯了 都馬上擠走 我覺得兩隻都是要這樣看 但是當然 如果以近期的勢頭來講 哪隻比較直迫性高些 或者炒作性會好一點 其實我依然覺得 可能就是澳門禮盡 1.80 會稍為好一點 因為實際上 安申來計 圖表沒什麼可以炒 你看到這一層 都是不斷向下走為主 而且都是壓住了線路 在上面 變相受制線的時候 其實未突破 沒什麼炒作性 反而就是禮盡 我覺得其實要撐一撐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反彈 但是這樣建議 始終你是這一刻才撐下去的時候 我會建議鑽馬上真的比較少 不要這麼大的鑽 而且以這隻股份 在高位置 你見到開始很反復 一天可能急升 一天可能急跌 所以剛才提到一點 一定要確認自己 比較貼一點才可以補儲 但是暫時來說 你說有沒有現在8元樓上去追 我覺得不要這麼急 看看有沒有機會 暫時時間 可以回多一點 就算不是7個8元樓下 就算不是7個8元樓下 至少8元樓下 可能7個9元樓 才可以小處追下去 會好一點 到時計 以先先9元樓上 做回第一陣目標 但是始終你是這一刻 可以的話 下面一定要定指示位 下面來說 我建議如果穿7元左右 考慮到指示你在離場 好啊 陳小姐有沒有補充 沒有啦 謝謝 多謝你的支持 MARFIA 麻煩你詳細的分析 亦和大家跟進港股現時的市況 暫時見到恒指跌315點 報23,426點 大市成交超過429億 國企指數跌291點 報1萬1,090點 跌幅超過2% 至於期指積月跌348點 報23,418點 現貨就是低水14點 成交超過38,000張 Ravin 麻煩你詳細的分析 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 會有每週一股的環節 會有我們的分析員 和大家推介股份 一會兒回來再談